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蔡舟港中学首次举办文化艺术节 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中 学生在每一个星期五都有机会参与代表各个种族的传统文化与艺术活动 从而加深他们对各个种族的传统文化以及习俗的了解 为这次活动先开序幕的是一场传统艺术婚礼 除了传统文化以外 其他活动还包括学习阿拉伯文 迷迷人 制作马来腊会 设计印度传统壁画 而传统游戏则包括 跳飞机 舞粒子 以及跳皮筋等 我们的前校友还为我们呈现了一段精彩的武术表演 此外 老师也当起了学生 与同学们一同学习制作印度传统点心 为了使这次的活动更具有意义 蔡舟港中学还特地邀请校方所助养的老人 一同参与这次的活动 希望借此能拉近学生与老人之间的距离 为这次活动画上完美据典的是中国传统茶道 我是要为了这次文化艺术节可算是花费心思 为学生准备了代表各族的活动 希望这些活动能够加深同学对艺术文化以及传统的了解 成为加强各种族之间的凝聚力 蔡舟港中学可乔丹报导 我们会在每个星期天的时程六点半 给你送上学生们的作品 想进一步了解学校动态 就不要错过下星期的DV校园 如果你的学校想要参赛 又或者想要参考我们过去的参赛作品 可以到荧幕显示的这个网站浏览 来关注